我們到了 火車 等等 露娜 先別上火車 我有件事必須告訴你 這比我想像中的要難多了 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賽琳 沒事的 妮兒 謝謝你為我保守秘密 因為你我很開心很多 但正如我所承諾的 我要告訴她真相了 露娜 我不能和你一起上火車 你看我的懷錶 指正已經不動了 我很久以前就錯過了火車了 其實我已經錯過火車已經三年了 我被困在這裡很久了 我都不知道我能忍那麼久 我的心已經空了 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情緒只有悲傷和絕望 但我再見到你的時候 再次感受到了快樂 三年來我終於再次感受到快樂了 我知道這份快樂只能持續三個小時 之後我們又會再分開 但我沒有告訴你 因為我不希望你為我傷心 我只想快樂的和你在一起 妮兒從一開始就知道真相 但我讓她不要告訴你 結果我計劃失敗了 我們分開了 我沒能和你在一起多久 我的計劃讓你陷入危險之中 我出一致是沒有告訴你真相 如果你生我的氣我能理解 但我卻希望你能原諒我 我能想像你現在正在生我的氣 如果你不想跟我道別可以不道別 她在哭嗎 她真的在哭欸 我求你了 別哭 你一哭我也會哭 我也會想哭啊 幹你老實喔 煩欸 我在這很好 都忍了那麼久 還可以再忍下去的 現在我在這見到了你 你的懷錶為什麼要給我看這個 你想給我 我不會接受的 我真的不想要 你才是應該上火車的人 你才是應該上火車的人 別傻了 我不會接受的 我不會取代你上火車 LUNA 站起來 上火車 如果我不接受你的懷錶 你就要一直坐在這嗎 給點反應啦 拜託 我希望你上火車 好像腳趾裝作出來 靠飛喔 還真的有點像欸 求你了 我不想這樣 LUNA 啊 我要想你辦法了 五月太快你在聽著對吧 我有事想問你 拜託你讓我懷錶指針再次動起來 如果我是因為當小偷才到這 我求你原諒我罪行 求你讓我和LUNA還有尼爾一起逃離這裡 我對我的罪行感到後悔 求你也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願意用我的一生去彌補 我要把我偷來的東西都還回去 我會努力的 我不想死在這 被別人當成個小偷記住 再給我一點時間 沒有用 我的懷錶還像原來一樣 我尼爾被困在第二棟建築裡 這樣我還可以看阿波羅在一起 你也聽聽我說的 你不覺得賽林已經為她的罪行付出足夠的代價了嗎 她上火車是因為不打算對當小偷 找到正當動作 可是你還因此來懲罰她 如果她沒上火車讓她現在還是個小偷 讓她上火車 這樣她才能再真正監力與贖罪 求你了 讓她和我們一起走吧 我海表還是沒動 我知道沒用的 但我還想試試 已經沒什麼可以失去的 看來五月特快太嚴格了 太不公平了 怎麼都做不了太空主了 你和Luna還有事情能做阿 什麼 你在聽嗎 你還想留在這嗎 你想錯過火車和我在一起嗎 我沒想到 你大概已經不在乎尼爾會怎麼樣了 什麼 如果你和我一起留在這棟建築物裡 尼爾就會一個人上火車 你永遠也不會知道她有沒有從最後一棟建築物裡逃過 唉 你打算對此一無所知的生活下去嗎 尼爾可能會獨自一人被昆特娜 甚至可能會死 既然你已經不在乎她會怎樣 那就無所謂啦 欸 賽林 你說得太過了 老子還不見得會死阿 太可惜了 畢竟你是唯一能救她 確保她活著逃出去的人耶 祝你好尼爾尼爾 希望你不會死 呵呵呵呵呵 唉 真的是 等一下等一下你們現在討論的是說 腳趾撞左腳那個感覺 無法形容是不是 那感覺我也感受過啦 我這裡有一次白目在家裡自己亂跑 然後結果那個 一個不小心小指頭阿 撞到那個牆腳 喔 我大概有兩個月走路都不能正常走耶 那個真的很痛 我說真的 那真的超級痛的 喔 你改變主意了嗎 我知道這很難 露娜 但我希望你能逃走 我希望你能逃走 因為我希望你快樂 真的超痛的 說實話 那麼一瞬間 我也希望你和我一起留在這 我想和你在一起 但不是在這種情況 我不希望你把你的生命浪費在我身上 你還有過上正常生活的可能 能見到你一會我已經滿足了 至少我知道你很好 你踢到蟑螂然後踢到左腳 你應該是最深的那個 我希望你和尼爾逃離這裡 我跟肯定阿波羅也是這麼想的 我們都希望你活下去 我們相信你 我也知道你會想辦法來救我們的 既然能隔 既然我們能時隔這麼多年重逢 那我們也能再次重逢 正常來說應該是用踩的 對啊 照顧好露娜 盡你所能逃出最後一棟建築 否則我不會原諒你了 我也是這麼打算 說實話和露娜分開 和你在一起的時候很失望 我只在乎露娜 但我現在很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很有意思 你是個好人 所以我知道露娜會沒事的 謝謝你所做的一切尼爾 我會盡我所能打破詛咒 會讓你離開的 我保證 踩得很噁心嗎 不會阿 我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但 如果你們逃離了最後一棟建築 但找不到救我們的方法的話 我希望你們能在真實世界裡 毀掉午夜特快 有必要的話就燒了 毀了他 這樣就不會有更多受害者出現了 因為沒人能上火車 如果你們救不了我們 至少可以防止更多人來到這 但 如果我們毀了他 還不知道你們會怎麼樣 我們怎樣都無所謂 我們已經輸了 至少我們會是最後的受害者 太 這樣太 這是 只是為了以防萬一 其實詛咒沒法打破嘛 唉唷 如果我們再繼續聊下去的話 你們要錯過火車囉 唉唷 真的耶 只剩幾分鐘了 你們是不是一次比一次驚險啊 我操 上車吧 別處在這了 不用怼我們吧 旅途愉快 抱起來 抱起來 Luna好主意 很適合你的賽林 他把那個誤忘我放在他頭上 我就知道 嗯 這是我之前給你的誤忘我 你要給我嗎 好美 太美麗了吧 這畫面 讚啦 謝謝你 太感謝你的Luna 我當然不會忘記 和你在一起的那些回憶 永遠不會 我很高興我可以再一次 和你一起冒險 我不相信這就是最後一次 我一定會再見到你們 再繼續知道新的回憶的 我們三個一起 沒有抱一下嗎 你們可以考慮抱一下 嘿嘿嘿嘿 踢死也不敢丟掉是不是 都拿幾張衛生紙包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我常看啊 我常常把我蟑螂踢死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哈 NICE 要做好一個花環 這他們小時候吧 這花很可愛吧 藍色的 就像你的眼睛和眉毛一樣 他們很適合你耶 Luna 你覺得他們還會因為我們 你們沒有經過允許多災化而懲罰我們嗎 我不介意被無辜為怨趕出去 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已經受告被關在這裡 等我成年了 就終於自由了 再也不會被關起來了 我要成為冒險家 在外面探索各種各樣的東西 比如 我的第一場冒險 就是要弄清楚 這些藍色的花叫什麼 肯定不是玫瑰或玉金香 我只知道這兩種花 呵呵呵 你覺得我的想法怎麼樣 你想和我一起冒險嗎 我就知道你會接受的 畢竟我們可是形影不離 Luna 溫德爾和賽琳 安布羅斯會一直在一起 直到永遠 抱歉我太痴迷了 也許我有點誇張 但我想和你一起長大 畢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呃 你可以教我最好的朋友手語 怎麼用嗎 呵呵呵 耶我學會心詞了 你還要教我更多 唉 唉 我剛剛在想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個 Luna她爸媽不是被炸彈殺掉嗎 然後後來發現那個人死掉了 會不會是Luna殺的 對 你寫東西 你寫完了嗎 信之類的嗎 沒事你不用回答我 我知道這很難 尤其對你來說 但我們還不能放棄 我們要找到 救其他人的方法 現在我們知道我們曾經犯下過罪行 我想要道歉 一開始我沒有告訴你我是這種的 我做了很糟糕的事 我每天都會去想要犯下的罪 那是無法原諒的 我希望能回到過去改變這一切 我還是沒辦法接受我的罪 也無法接受我自己 犯罪者還想當偵探 你一定覺得我是個衛君子 沒錯 我是個衛君子我不否認 其實是這樣 未有必要成為偵探 這是我彌補我的所作所為的方式 喔 機率很大喔 看 真的假的 很諷刺吧 也許你會覺得我應該向警方自首 就算我這麼做也沒用 這時候告訴你我的真面目了 我不想對你隱瞞了 我想要你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要告訴你我的罪行 我就知道他一定會卡在這裡 幹 氣死我了 沒關係 剩下的第四章節 我們下禮拜三 下禮拜二 OK的話我們就繼續 好嗎 下禮拜二如果我開台的話我們就繼續 呵呵呵呵 露娜的身份嗎 因為他剛剛講到阿 那個醉阿 然後 再看看露娜她的那個 行為 冒險家 然後再加上她當初是跟那個誰 我忘記她名字了 我忘記這女生叫什麼名字了 她是不告而別 代表她不想讓她一起參與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十有八九可能 大概或者也許 唉 那個是她殺的 從八點開始 對啊我現在我都是七點半 我都是七點半開台 如果OK的話 四個小時 對耶靠腰 幹11點 11點53喔 曬靈曬靈 對對對曬靈曬靈 我忘記了 我沒注意到 我一直想說要把第三章節玩完 可是我沒有注意到 時間 好啦 沒關係 完成 阿賽已經身體消失之間難過了 還在二樓四的話應該八點多 到不晚了 時間到